美食中餐 大家好,我是美食中餐的四川美食恩迪 受美国疫情的影响 看着一天天的数字不断的增加 自己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 感觉到做什么都好像提不起来兴趣 当然这段时间就很少更新视频 今天我更新的视频呢 是美食中餐馆呢 基本上每家都有的炸蟹脚的制作全部过程 当然这个蟹脚呢 制作它的配料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大家在包制的时候 它成型的时候呢 各自包的不一样 在这一期呢 我都一一给大家列举了 就是这样的 至于怎么操作呢 下面我们开始一去去操作它 OK 好,下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蟹脚所用的的主副料 首先是这个起司 两盒 还有这个人工蟹肉 两袋 今天选择这个成片成片的 然后这个切好的葱花是2000克 盐60克 味精30克 白糖100克 胡椒粉50克 好,下面我们要去操作 将解冻好的人工蟹肉用搅肉筋搅碎 备用 好,将打好的蟹肉倒入大盆中 下入葱花 盐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香油 起司 拌匀 拌至粘稠 放入冰箱 静止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包了 下面我们开始包制 首先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鲜蛋云层皮 厚的 先把鸵盘抹上生粉 以防它粘 首先第一种包的呢 它是抹上四肢 要抹上水或者带 都可以 便于它好粘 有的时候它是这种包的 对折过来 然后压紧它 下面三角两个角 给它抹一点水 这样对折它折过来 然后这样包的 这是第一种包法 是这样的 第二种包法也是四周抹水 也可以抹蛋液都可以 这样里面蓬上 然后正面蓬上 这样挤过来 这种包的也是对的 根据个人的喜好呢 但我呢是这种包法 就不用抹水 就对折过来 做成一种花形式 这样把它抹好 这样把它抹好 这样翻过来就可以了 它炸出来也好看 所以我就还是选择第三种包法 这样 但是这种呢 包呢它就比较 考虑的技术 它有时候这个 必须你当时包的的时候 是不能拿去炸的 一炸的时候它就整个就开花了 还有炸的时候 它对炸的方法也有 也有讲究的 具体的什么包呢 包呢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三角的包法就是选用的 一定要用厚皮子 它比较定型 比较好看 很快我们就包完了 然后拿到冰箱里面去冷冻 好油温已经升到了150度 下面我们下入这个蟹角 放在漏勺里面 上面一定要压一个漏勺 下锅炸 大约两分钟 好听到噼噼啪啪的响声 我们松掉上面这个漏勺 让它扶起来 扶起来的目的就是 让它大一下底下 好拿起来控油 好将炸好的蟹角 足够摆入盘中 点缀两个小芹菜叶子 然后打上春卷硕士 好一环美味可口的蟹角 我们就做成了 还是老规矩 几点肤浅的看法 一选择人工蟹肉的时候呢 最少选择那个成片的 因为它质量是比较好的 二 搬蟹的时候一定要搬到年熟 第三 包好的蟹角 一定要放在极洞里面 让它动定型 再来炸 第四 炸这个蟹角的时候 一定要用漏子把它压着 压在油里面去炸 要不然它就开花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蟹角的 几点肤浅的看法 技术就是经验的总结 当然没有经验的技术 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好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请在下方点赞 或者关注加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